甘肃省武威市年过七旬的老人张登春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 2000年以来遭到中共当局多次绑架和关押并被酷刑折磨 近日监狱方面向家属勒索一笔钱后放人 家人接他回时张登春被迫害的体无完肤无法行走 张登春是张叶黄成总阳厂退休职工 今年75岁 多年前曾患心脏病多方求医无效 1998年张登春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很快康复 因为亲身受益老人经常向别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但从2000年起张登春多次遭到当局的非法关押 2003年曾被梁州区法院判刑4年 2009年3月公安再次绑架了张登春将他判刑4年 在九泉监狱关押期间 狱警指派几个刑事犯人把他单独隔离看管 还在寒冷的冬天故意动他 张登春已是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人了 还被拖着在操场上跑步 经过了两年多的折磨 张登春的身体逐渐恶化 高血压 大小便失禁 全身腹肿 今年9月 九泉监狱怕承担责任 向家属勒索一笔钱后释放了他 家属把张登春接回后 直接送到医院治疗了半个月 现在老人只能躺在床上 脚腹肿 大小便失禁 不能说话 也听不清别人说话 原来老人体重近160斤 现在只有100多斤 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 甘肃省有248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其中107人被迫害致死 新唐人记者月清 纪晓峰综合报道